有夠可愛的 還不錯喔 很可愛耶 那個光光來關切 嗨大家好我是韻語 歡迎回來開機店 今天呢也是來參加在台灣的新機發表會 其實我們現在全來參加發表會都蠻不容易的 我們都會希望呢會先做快篩 所以我昨天也快篩了是健康的 然後來到現場呢現在的媒體裡也很特別呢 就是會直接在送你一組快篩 蠻有趣的好像在經歷不一樣的時代的感覺 那今天來參加的是Poco的新機發表會 其實Poco呢對我來講我覺得意義算是蠻深刻的 因為我的這支頻道的算是第一支 開始在拍開箱手機呢就是做Poco的影片 那那支點閱現在也非常好 算是我的起家影片吧 那支影片呢其實有大概介紹一下Poco這個品牌 那如果大家對那支影片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回去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當時 欸我還蠻青色的樣子 有青色嗎 那今天呢作為就是2022年 算是Poco的 新的一支旗艦機要來台灣上市 那是Poco的F4 但是是GT系列 其實GT系列過去並沒有在Poco手機出現過 那它的定位呢完全就是一支電競手機 現在呢已經在我手中了 它這一次呢推出了三個顏色 我覺得外觀設計跟顏色都非常的大大 我現在手中是星爵銀 那還有影視黑和破小黃 每一支其實都蠻特別 但是我個人主觀呢會喜歡這支銀色 因為黃色我會覺得哇用色非常的大 但是喜歡的人應該會非常喜歡 那整個手機的元素就是蠻科技未來感 我覺得會像我這個星爵銀 有點類似太空藏科技感的概念 那黃色那一支呢 它在特別的這個兩側的線條呢 其實有做一個異材質 很像是晶片或晶圓那種電路版的線條 非常非常的特別 那整個材質呢其實是AG的玻璃機身 它的這個手機啊其實用了非常多X的元素 跟電競的元素 例如說在哪邊呢 除了像這個機身線條之外 還有一個隱藏的是在鏡頭模組 後面呢有一個RGB的呼吸燈 非常的酷 那當然在來天東芝啊 或是在你充電的時候 這邊就會有一個X燈條 微微的閃爍很濃很濃的電競感科技感 再來還有一些小巧思 可能融入了POCO的一些元素吧 我覺得這台很適合當我頻道的公務機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很多閃電的元素 我的頻道名稱開機電嘛 我們都會說開機有通電的意思 所以我就做一個小 icon 在我的logo上一個閃電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閃電 我當時問他們說 欸這個是一個機身的設計嗎 它竟然是閃光燈耶 我覺得超可愛的 閃光燈就是一個小閃電 其實在POCO啊 整個設計來講 我覺得都還蠻勇於創新跟嘗試的 如果我們講F3系列的話 大家還記得它也是蠻有線條感 在下面有一些幾何切割的線條 我們可以把上一代的外觀也給大家看 那這一代其實做了一個蠻大的變化 但是也蠻有巧思在上面 既然要作為電競手機 那它電競的部分在哪邊呢 其實它周邊的整個配置都變化了非常非常的大 首先呢 來看一下這邊 它有一個 算是磁動力彈出的一個肩鍵 這個我覺得就算沒有在玩啊 你平常觸摸的時候 好像有人在那邊一直動一直動 那它就是一個磁動力彈出之後 你就會有一個實體的肩鍵 有在打手遊啊 不管玩任何手遊 或是像吃雞遊戲的 應該會非常喜歡這樣的一個實體肩鍵 像我之前曾經有一度也是非常成名於吃雞遊戲 我還花錢 因為很多錢大概兩百塊吧 去買了那個實體的手遊的把手 裝在我的手機上 所以它現在呢 這邊側邊就會有兩個實體的肩鍵 那電源鍵是在這邊 看過來呢其實上下的喇叭 是坐在比較靠近上方 那是雙立體的喇叭 立體聲喇叭在這邊 它也是讓你在打遊戲的時候 如果你既然要這樣握的話 其實是比較不會遮擋到 這樣的喇叭 這隻手機有三個麥克風 然後這邊就是電源鍵 再來就是充電 然後跟信卡槽 這隻是5G加5G的雙卡雙待 在外觀上 我覺得周邊的按鈕會稍微多一點 但是我不會覺得說你 日常使用 握起來 或者是使用的時候 會覺得很各手 或者是很阻礙 其實是不太會的 那再來為電競而生 還有哪些設計呢 這次在充電的部分 其實電量呢 也給到了4700mAh 大家會覺得好像差一點點 沒有5000 但是呢 它的快充有支援到120W的快充 我覺得這一點還算是蠻有誠意的 因為去年呢 其實小米也陸陸續續 把120W的快充 放到他們旗下的手機當中 那現在Poco呢 這一隻以電競為主打的手機 也有120W的快充 特別的是 它這是水河附陣的快充頭 那個線我很想要耶 它有一個比較類似像是L型的設計 然後在接頭的部分呢 其實有做一個算是比較強化的一個接頭 所以你L型的設計呢 你在使用的時候 打遊戲的時候 你就不怕會阻礙到你 沒有什麼理由呢 讓你說這個充電怎樣卡到手啊 就幫你設計好了 那官方的數據呢 是17分鐘就可以0到100滿電 它還有一個特別的測試是 很多人可能很喜歡邊充邊玩 所以如果呢 你使用這120W的快充 那你在低於20%的電力下 邊充邊玩的話 它的數據提供的是 27分鐘 一樣你邊充邊玩還是可以給你滿電喔 那這是官方的數據 如果後續我們有機會實測這隻手機的話 可以來幫大家測試一下 講到螢幕6.67吋 其實和之前上一代F3是一樣的 那一樣是AMOLED的螢幕 支援120Hz的更新率 那螢幕的一些規格列給大家 基本上呢它就是可以撐得上是旗艦 然後很適合看劇打電動的一塊螢幕 這隻手機呢我覺得它的比較算是 弱像就會在它鏡頭的部分 那它鏡頭配置6400萬畫素的主鏡頭 800萬畫素的超廣角跟200萬的微距 這樣的鏡頭配置呢我覺得如果你想要以拍照為主打的話 那應該就比較不會是適合你的選擇 畢竟它的定位就是在GT系列 所以其實就是蠻針對喜愛玩手遊 然後想要找一款電競手機的族群 那很多人可能會想問 算今年有沒有Poco F4呢 呃剛剛跟品牌聊了一下 我覺得難度有點高 可能在F4上面應該就會是以這個GT的版本了 那它在台灣呢也只有上市單一版本 是12GB加256GB 19,999元 但上一代的F3系列的定價會有些落差 畢竟呢它是GT系列 使用的處理器呢也是 今年算是旗艦節處理器是8GB萬的處理器 我覺得它很多像是遊戲啊跑分啊 或是充電的一些數據 其實是蠻可以借來給大家測試看看 如果想看的話 在底下留言一下好嗎 總結來說呢在發表會現場 第一次上手的一個印象呢 就覺得還是很Poco啦 就是很年輕很潮流 蠻敢大膽的嘗試一些新的創新新的設計 不知道大家對於外觀喜歡嗎 那今天呢其實同廠還有發了一款 手錶 其實手錶本身呢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像小米的外型 很像小米的超值版的錶款 那規格內容有一點點小小的更動 那它是1.6吋的AMOLED的螢幕 整體來說會比之前超值版來的大上許多 那它也加入了像是洗氧的偵測 那有24小時的心率 但洗氧是單次做測量 不過還有一些比較特別是像在睡眠偵測的時候 你在APP去開啟呢 其實它在你睡眠的時候呢 是每分鐘還是可以幫你稍微記錄一下血氧的 那這也是比較不同的地方 在運動的功能方面呢 其實也多了一百多種 就是一個蠻簡單入門的錶款 那售價是1995元 我覺得手錶本身這個產品呢 算是其次 就是多了一項產品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意義是 Poco現在這個品牌呢 也在做AIOT 就是它在做一些物聯網 那未來呢可能 穿在裝置開始做了之後 可能之後也會出一些生活家電啊 有沒有 就慢慢也是在走 可能像小米或realme之類的這個道路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關鍵吧 總之呢Poco這個品牌也是來勢洶洶 那今天兩款新品呢 就簡單上手 還有分享第一印象 跟一些外觀 然後心得給大家 那如果後續想要看什麼影片 就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們 那我們現在出來拍季之後也是蠻不容易的 就希望大家給我們多多支持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今天在現場呢 有一個我蠻想帶走的產品 是它那個閃電燈 很可愛耶 很適合我的頻道 去努力看看 我可以帶回家